根据林看世界探索全球大小事 Hello大家好 我是三永林小湯圓 2024巴黎奥运将在7月26号到8月11号举行 巴黎将会成为继伦敦之后 第二个三度举办夏季奥运的城市 也是法国相隔100年之后再次举办夏季奥运 不过今年的巴黎奥运除了运动赛事之外 还会传递一个重要讯息 随着永续的议题逐渐受到全球重视 奥运也成为对抗全球暖化的舞台 这一届奥运奥委会立下承诺 誓言要举办历史上最永续的一场奥运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主办国法国在建造绿色建筑的策略上面 特别的用心 除了要求使用可回收材料 也要尽量避免单纯为了奥运 而建造全新的体育馆 而就是因为这一项政策 预计2024巴黎奥运举办期间的碳排放 将会是2016年里约奥运 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的一半 甚至也会低于2020年东京奥运的碳排放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 东京奥运举办的期间 可是因为新冠疫情 所以没有任何的观众入场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 过去这几届奥运的平均碳排放量 高达了340万顿 长期来奥运的主办国 都需要建造大型体育馆 竞技场还有更多的场馆 来应对数以百计的赛事 但是在奥运结束之后 许多场馆却沦为了蚊子馆 因此法国想要改变这个现象 目前预计将近95%的奥运赛事 都将会在现有的体育场馆举办 也有部分的场地则是会针对 现成的设施进行改造 以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同时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举例来说 1998年建造的法国最大体育场 法兰西体育馆 将会举办所有的田径赛事 场馆的照明设备 已经从燃油更换成永续的生物燃料 预计将会降低至少 13000吨的碳排放 极建的赛事将会遗失到 1990年建造的巴黎大皇宫 不只节能减碳也特别具有意义 而著名的凡尔赛宫 将会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造 成为可以容纳高达 16000名观众的马术赛事场地 为了要实现永续的精神 法国从2022年就开始与建筑师 还有修复师密切合作 针对现有设施的改造 甚至包含了排水系统 可以有效的回收雨水 并且重新利用 另外他们也需要在 不破坏历史建筑与周围森林的前提之下 要安装马术比赛所需的马厩 还有兽医医疗站 而这些新增的设计 除了要兼顾美学设计 在奥运结束之后 也都必须要可以轻松的移除 把建筑还原成原始的样貌 另外贯穿花朵的赛纳盒 不仅是号称史上首舵 让开幕式走出场馆举办的大舞台 更是本届奥运开放水域泳赛的场地 铁人三项的泳赛日期 是7月30号到31号 以及8月5号 公开水域泳赛8月8号到9号举行 但是距离开幕式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法国政府砸了14亿欧元整制的赛纳盒 到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连夜的大雨导致河水的细菌连续三周严重超标 而且水量也过大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游泳 更不用提要举办奥运赛事 现在巴黎奥运 还有呢 巴黎的这个奥会 以及法国政府的压力就大增 只能够指望老天帮忙 而另一个可以看到永续精神的 就是选手村 巴黎奥运的选手村是一个占地52公顷 涵盖了三大聚落的巨大建筑群 运动员他们所使用的床铺等等的家具 是采用创新的材料生成 床铺的底座使用的是 回收的强化纸板制成 那床垫则是采用了 回收鱼网制成的聚合物 不过最让选手担心的是 选手村将不会加装冷气 奥运赛琪正值夏季 那根据气象的预测 巴黎夏季的日间高温 通常是设施25到30度 热浪来的时候更可能会超过35度 因此多国的代表团 以及运动组织都指出 在高温环境之下 运动员的体力消耗会增加 对体能还有精神状态 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比赛的表现 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 运动员就会面临中暑啊 脱水等等的风险 可能会对运动员的身体 造成长期的伤害 对此法国政府就表示 运动员不用担心 因为雪守村会使用地下水冷却系统 我们设计这些建筑 所以他们会比较舒服的地方 在冬孙中 2024年之后 我们不需要 空气候在这些建筑 因为我们转移动 所以他们不会有太阳 在冬孙中 在冬孙中 通过地下水冷却系统 可以将95%住宿区的温度 维持在23到26度 确保运动员在无空调的环境 也能够保持凉爽 那这套冷却系统 已经成功为罗浮工 在前几次的热浪当中降温 除了冷却系统 选手村还会采用绿色建筑设计方案 透过隔热还有热管理策略 等等的设计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空调的需求 另外每一间小公寓 也会分配电风扇来 帮助选手降温 那总计是有8200台 那如果以上这些措施 还不足以说服各国代表团 那奥委会他们也 额外的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例如可以加装可移动式的空调装置 但是费用要由提出 请求的代表团自行承担 那每一台的设备 大约是300欧元 大约新台币1万元 目前美国的代表队 已经确定要下单装设 而德国 澳洲 意大利 加拿大 英国 希腊 丹麦等国家 计划会将冷气设备 带到法国 据我国体育署 已经向法国租用了50台 水冷气式冷气机 供选手使用 而在奥运赛事结束之后 选手村就会规划 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住宅 还有商业区 到时候3000套的小型公寓 将会变成社会住宅 成为6000名居民的永久的家 同时会利用地热 还有太阳能发电 永续营运 整个社区内的设施 包含房屋 公寓 有两所学校 还有一家酒店 并且将与临近的办公 商业区融为一体 那不止硬体设施 选手们的饮食也不能马虎 官方就表示 赛事期间供应的食物 有25%的食材 将会来自巴黎方圆 250公里的产区 从食在地开始 做到减少碳足迹 那除了食物来源 包装也是一大资源消耗原因 因此这次赛事 也会降低一次性塑胶的食用 减少食品饮料的一次性包装 给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我们做到的 我们经常做这个例子 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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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让他们做一个不同 如果我们是在网站 在 Marseille 或是在网站 在网站的 而我们经常做这个例子 要做一个更多的食物 因为我们要与着 那到底有哪些食物呢 为了要进一步实现低碳饮食 公餐的速食比例将会来到60% 至于有一些像是足球等等 比赛时间长 而且后体能的比赛项目 场内提供速食的比例 就会降为40% 要符合运动员热量补充的需求 巴黎奥运的官网也透露 餐厅每一天都会根据四个主题 要提供40种不同的餐点 那第一个主题就是法国嘛 速食版的红酒炖牛肉 还有焗烤鱼马铃薯泥等等 第二个主题亚洲 泰式打抛猪饭 姜黄烤花椰菜还有马铃薯等等 那第三个主题非洲加勒比海地区 有北非香辣番茄橘蛋 还有恰摩拉酱烤虾等等 那第四个主题就是世界美食了 有羊排左薄荷酱 还有素食版木砂卡等等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选手 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那除此之外 还会提供30多种选择的沙拉吧 烧烤区烘焙区起司区 还有呢热食自助餐 还有甜点吧以及各种水果 那打从确定成为主办国开始 巴黎奥运的目标 就是要为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 因此从计划的初期 就以永续为前提进行建设的构思 还有呢赛事的规划 那其中也包含了针对颁奖台 还有选手村家具等等元素 做回收和再利用的安排 运动器材方面则是以低价出售为原则 以创造延续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所有的一切加总起来 2024年巴黎奥运势必将会成为 永续时代的代表性奥运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跟着依林看世界 我们下周见拜拜 它又变得比较宽 而且它是有软垫的 所以背起来其实是蛮舒服的 而且不会觉得很重 它旁边就是有一些设计巧思嘛 你可以挂一些其他东西 那我觉得蛮方便 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 其实东西都是往口袋塞 但是像女生的口袋 根本没有办法塞什么东西 就是你不需要带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的钥匙啊什么就是可以挂在旁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方便的手机备带 目再对她的手机备带 是你不需要带多桥 还是你不需要带多东西 就是你那法贝斯